在我玩800个美W可以买一个绝顶好的山景豪宅 这个800个美W一年养它的话呢 差不多就是在10个美W左右 所以在我们进这个房子之前 你可以想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养得起 美国大豪宅 推开门 先是这样的一个圆形的一个 中间的一个东西叫啥 我也不是少了 总而言之就是豪宅嘛 这是要大气的感觉 所以直接进来就可以看得到外面的漂亮山景景观 待会儿让我们走出去看一下这个山景豪宅 它有1896尺的居住面积 1万尺的占地面积 在洛杉矶本来就是寸土寸金的了 那像1万尺的占地面积 那真的是特别的少 今天看到的这个豪宅是Torbrother这个著名的建筑商建的 那它在洛杉矶花果山的这个小区当中也是现在这首可入的最好的区块叫Grooves 在这个很好的区块当中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800个美W就已经算是相对比较低价的了 因为马上就在这个商品再往上的一层商品就要出1000多个美W的另外一个新的list 像今天看到的这个呢它有五个卧室 也有个洗手间 当然适合大家庭 因为毕竟这些年纪有5000多尺 像这样的一个房子小书包我就不必多说了 而且包这个奥尔湾花果山的附近 它离非常著名的犹太人的西校TVT都非常的近 然后再往这边走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大厨房的北厂台就在大厨房的后面 很多的这种大号站都一定要有社交属性 今天看到的这个房子的社交属性也还是蛮稀的 小心看通铺的漂亮大客厅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尔湾很多的房子 大多数的主卧都在二楼 所以待会我们才会上二楼看一下主卧的感觉 那现在我们就先看一下一楼的黑外一楼室 往这边走过来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房子书房 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可圈可点的地方 但是书房走过来之后 除了客人的洗手间之外 在旁边就是一个卧室套间来的 一楼肯定要配备这么一个套间 不然的话家里的老人或者是在客人的话 没有地方休息 当然了车库也是要很大的 那今天看到的这个房子车库就特别的多 往这边看 这边先是一个双车位 它的另外一边还有一个车库 所以这一共有三个车库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马步廷廷再上二楼看看 大家都知道在尔湾有很多的社区 都是24小时门禁的社区 像花果山的这个边的社区24小时门禁也是最出名的 也是最安全的社区 往这边走 从这儿可以看得到我们刚进来的玄关的一个位置 再使劲往里走 这边先是另外的一个客人的卧室 花千多尺的居住面积 其实它楼上的非常多的卧室或者是这些区域 都是把它分成了一个一个小格子 因为毕竟卧室比较多 那像我现在站在这边 分别两边还有两个卧室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房子 比如有的300多万 有的400多万 有的800多万 今天介绍的这个就是一个将近800个美大卧的 那它们的最大的区别 除了具体位置和社区上的区别之外 跟建筑商也有很大的关系 今天看到的这一套房子 是Torbrother的这个建筑商 当年Torbrother在整个花果山的 所有的报价都是比较高的 而且所有的豪宅居多 而且基本上所有的Torbrother 都是要做四五千尺以上的大房子 所以几乎现在来看 Torbrother没有低于600万以下的 以下的房子在花果山这边这个区域当中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它的主卧 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会不会跟我说 这个房子以前卖多少钱 这一套房子上一次我们非常早的一个成交 一模一样的户型 这套房子是600多个美大卧 但是现在你看它就已经八百了 这个主卧是什么样的感觉 这个主卧的感觉就是 你说它这个房子不好 就是要啪啪打脸 就是这种感觉 什么叫山景豪宅 推开主卧的门走出来 这样的感觉 只有在这种山上才能感受到 这是你想要的美国生活吗 让我们好好再走进来感受一下豪宅的 看模式 800个每W一年养它大概10个每W左右 是不是你想要的美国山景豪宅的生活 我是Gigi 我在卫生机 再见